大冬6.8强震原子弹威力一炸裂 玉里三层楼瞬间倒塌 但大家都想问 为何别人没倒 它会倒 只要有一根筑损坏 它就很容易倒塌 一侧没有强 一侧有强的时候 它地震来的时候容易扭转 更容易造成它的崩坏 换言之一侧完全没强 只要一根梁柱损坏比较容易倒 尤其在地震带风险超高 民众想问大地震时 我家到底会不会倒 台湾共有36条活动断层 其实民众上经济部网站 可以查询住家是否在地震断层带上 在断层的附近 地震的风险还是比较高 断层带的两侧去划定地质敏感区 定境界的区域 地震后有人家里出现这画面 差点来掉 当墙壁遇到强震 被震裂成张嘴狂呼吸 裂缝随着震动一开一合 巨大裂缝的枪超惊悚 专家说住家房子会不会倒 这些迹象很重要 斜45度或是X型交叉型的一个裂缝 甚至是否已经有更严重到 护泥土剥落 钢筋外露的一个情况 专家也建议 想买房的人注意 最好挑921之后盖的房子 有软层建筑特质的不要挑 921之后的耐震规范 房子耐震力会比较足够 通常高楼层的房子来讲 刚购的或是SRC的会比较耐震 台放作为一个销售使用 或是商业使用的行为之下 有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结构体的变动 避免高风险结构及软脚虾建筑 简单来说 921前盖的柱商混合大楼最好别碰 918强震震出全民安全意识 记者林新鲜 陈宜荣 台北报道 好 这部观众持续来带您关心强症灾情 目前记者是来到了花莲玉里的高辽大桥 可以看到桥面是整个倾斜受损是非常的夸张 你可以看到这个桥面倾斜几乎是呈现90度 就连目前记者站的桥头位置 地面上也出现了相当巨大的裂痕 现场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惊悚 特别画面也可以看到整座桥梁可以说是无一性免 已经断成好几节 就是呈现一个Z字形的惨况 那其实这里也是18号6.8强震之后呢 受创最严重的灾区基 其实早在17号前震的时候 桥梁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受损的情况 没想到18号6强的主震来袭 直接是把整座桥梁给破坏 当下甚至是传出有三人跌落桥面 索性是都已经获救 那也因为这里其实是连接台九线 以及193线道的重要桥梁 对于交通来往的影响也非常大 目前相关单位也派出大型的机具 来进驻积极的抢修当中 以上记者在高辽大桥的最新情况 将实验镜头交换给同妹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 玉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鱼铛 突如其来天摇地动 无欲景山崩 眼前一片尘土飞扬 我抽到 918地震 玉山东段登山口 突然有大量落石探房 连根被拔起的树木横躺在路中央 大小石块滚落 马路也军烈 吓得山友抱头头窜 地震当下民众开车直击前方的游览车 左右大幅度摇晃 吓得一旁骑士连忙刹车 震动起来 大家都往外冲 摇得非常的厉害 路股高山上的景观火锅店 在地震捕捉到地震前 猛然一阵火速拉着狗狗逃跑 从另一个角度看 突如其来的地震 服务生也跟着逃离 镜头不停大力晃动 可见地震威力强大 玉山南安游客中心 桌椅东到西歪 天花板砸落 墙壁军裂 厕所马桶也不开一片狼藉 地震平摆 也导致说 刚好921就快到 剩两三天嘛 还有比较会回想到 921的那个场景 经济个人对这个地震会特别敏感 28号当天 南投最大震度为五级 许多南投人都吓坏 想起了23年前的921 这回又遇上大地震 加上雨震频传 也让民众雨季犹存 记者曾伟祥 陈广瑞 王百英南投司法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18号强震猛摇 民众慌张冲出高雄 梦时代这个声音超吓人 工作人员狂吼离玻璃远一点 但建筑发出刺耳怪声 室内室外都听得到 吊灯狂甩 刚够金属摩擦声响 听得很清楚 网友好奇 这是鲸鱼馆在叫吗 还是防震设计 有声音是很正常的吗 它并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包覆 受地震力来的时候 它的转角会张开或缩小 那因此也会造成声响 专家说钢骨结构 有一定抗震系数普遍安全 但百货整片玻璃帷幕 再上头还有这一幕 豪宅游泳池大片落地 强化玻璃到底会不会被强震 一震就破 玻璃帷幕也有一个滑槽 去吸收这个层间变味的一个不同 百货公司钢垢结构很坚固 但如果在内部逛街 就要小心了 每时间民众吃饭到一半 第一时间要躲进桌下 如果再走到货逛书店 快快离开货架商品保护头 打手扶梯遇到强震 先紧握扶手避免摔倒 在电梯立刻按各楼层 以最快速度离开 但要逃哪去 百货公司里有最坚固避难处 逃生梯间跟梯间 它在我们一般结构的墙的配金 会比较大会比较厚 另外还有看电影时 别急着冲出去 靠前座座椅蹲下 逛百货公司遇到地震 蹲下远离货架或保护头 再往梯间移动 保命要绝可要记牢 记得松明成王书宏 高雄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台北101左右来回 疯狂白档晃动 整栋大楼像在跳波浪舞 台北连三天狂摇 网络疯传这段8秒的 101惊悚画面 我有惊呆直呼着 101也太嫩Q 也马上质疑 拜托又不是卡通 这样扭造就它了 台北101官方则快速澄清 这是假影片 不过101大楼内的阻尼器 恐怖白档画面 可是真的 101大楼内 重达660吨的阻尼器 大幅度来回摆盪 重量等于55台 双层巴士同步狂摇 发出可怕声响 18号台东大地震时 台北101的阻尼器 就这样狂摇摆 长达98秒 网友直呼 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下一个腿软 一度边飙泪边录影 并雨霄飞车还可怕 但明明是台东大地震 为何台北却狂摇 它地震波从盆地的边缘 硬着那个岩石 进来这个陈基层的时候 地震波会进来 但是出不去 换言之盆地效应 让台北人感觉摇很大 这回东部强震 台北人都被摇到屁屁串 就算有人说 这101摇得实在很假 但全台湾都见证到 地牛翻身的真正惊人威力 记得张照鹏 李一璇 台北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